臭小迷,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睡大觉? 怎么了?难道是超市又搞大促销了? 促销你个头,你看你的房子全部都被黑粉给炸烂了 什么?这黑粉也太可恶了吧? 黑我就算了,居然还炸我的房子 小迷,别阴谋了,实在不行就去我那吧 看在咱们这么熟的份上,我就给你打虎折怎么样? 给美不需要,不就是被炸了吗? 我小迷可是建筑大神 这次看我给自己修建一个超级豪华的大别墅 哼,你可拉倒吧,上次让你帮我建房子 现在一到下雨天,我家里都能划船了 去,一边去,这边我先把房子给修整一下 首先看我打建一个超大的地基 俗话说的好,房子想要建的好,那地基必须得够牢固 这边继续看我把大只的框架给搭建出来 OK,我这四层别墅框架看着还不错吧 不是我吹,就我这技术,不去当建筑师都可惜了 嘿嘿,下一步就要开始安装钢滑玻璃了 到时候没事,还可以通过玻璃欣赏欣赏外面的夕阳 想想简直不要太happy啊 不过这工程量也太大了吧 不管了,今天爆肝就完了 俗话说的好,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必须带点绿 这边看我把别墅全部都涂染上绿色 嘿嘿,怎么样,这样才符合我的气质吗 而且右上角还有我的头像 离远一看就知道是我小迷的房子 最后这边看我用半砖装饰一下屋檐 然后阳台的话也全部都用木栅栏给围上 嘿嘿,是不是层次感一下就上来了 OK,我这四层的别墅外观就大功告成了 下一步就要开始装修了 首先在这边放上一个超大的液晶电视 然后再放上餐桌和沙发 嘿嘿,这样到时候就可以邀请伙伴来家里做客了 哎呀妈呀,这客厅也太大了吧 既然这样,我就用方块搁出来一个厨房吧 嘿嘿,这边再放点锅炉 到时候给伙伴做上一顿老八咪制小汉堡 让他们也尝一尝我弥纳厨的手艺 上面房间的话全部都放上豪华的西梦斯大床 嘿嘿,到时候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条件好就是任性 还有什么 OK,我这豪华别墅就晚宫了 黑粉要是再敢来搞破坏 我就顺着往线过去揍它 不是吧,臭小迷 你怎么这么快就建出这么大的房子了 怎么样,我厉害吧 且,我看也不怎么样 花花绿绿的一点都不好看 哼,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来,这边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怎么样,这就是我的客厅 就我这面积 把全校的同学都叫过来 也都能站下 诶,这客厅什么味道也太臭了吧 不就是厨房做的老八咪制小汉堡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来来来,我再接着带你去上面看一看 哎呦我去,这么多床 小迷你能睡得完吗 睡不完,我看着不行啊 哈哈哈 伙伴,你们说 我这房子好不好看啊 哈哈哈 哈哈哈